坏演员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模仿的微不足道,更确切地说在于他由于缺乏修养,经验和气质而模仿了错误的行为,但他本质的错误是,他没有遵守表演的界限而做了太强烈的模仿。 在从深处建立起来的友谊中,在每一个新的相遇之前肯定都要产生一种焦虑不安,他不一定如此厉害到被感觉出来,但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干扰说话交谈和行为举止。 人们清醒地感到惊讶,特别是因为人们不明白这个原因或不堪相信这个原因。 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,我觉得路上的每一个小小的嘈杂声响,每一束摄像我的目光,每一幅橱窗里的照片都比我重要。 我打开了家门,看看,是不是天气能诱人去做一次散步? 蓝片是不可否认的,但大片透过蓝光的灰色云块带着钙状的弯曲边缘飘下,好像人们站在附近森林覆盖的山坡上。 才能测出来。 我的小说是我依附着的岩石,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。 如果我们心中只有魔鬼的话,那不可能是一个,因为我们毕竟曾经安宁的,就如何上帝在一起和谐地,没有矛盾地,没有顾虑地,对我们的幕后操纵者毫不怀疑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 如果我说些什么,它便马上失去,最终失去重要性。 如果我将它写下来,它也总会失去,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。 性交是对在一起幸福的惩罚,尽可能禁欲的生活,比一个单身男子还要禁欲,这对我来说是承受婚姻的唯一可能。 在我自己的身上,就有着没有人之间的关系,就没有看得见的欺骗。 有限的圈子是纯洁的。 我没有一次有兴趣去写一篇日记,大约是因为这里面缺的东西已经太多。 大约是因为我看来肯定不得不只是继续地描写一半的情节,大约是因为写作本身就为我的悲哀做出了贡献。 悲伤和爱情得甜蜜,在船上任由它含笑地注视着,这是最美的船,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,而还在坚持,单单这本身就是爱。 被每一个人,当然包括最好交往和最顺从的人,有时候即使从某种感觉程度上去,怀疑的人类的统一性也在完美的。 不断发现总体的和单独的人类发展的共同性中,从另一个方面向每一个人的展示,或者说看上去本身在展示,即使是在个别人的最封闭的感觉中。 轻盆大雨 你面对大雨而立,让铁的光束穿透你的身体,在玉冲走你的水中滑行,但要坚持住,这样坚持地等待着那不知何时突然涌来的太阳。 社会生活在圈子里进行着,唯有尝过痛苦滋味的人才互相理解。 他们沿着他们圈子的内部边缘轻声走动,互相牵涨,或在拥挤中互相轻柔地推移。 我总有这样的意识,没一种满意的和幸运的感觉,例如特别是我面对传说的感觉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,虽然永不得休息,这种代价肯定要在以后付出的。 我如果是一个陌生人,他在观察我和我生命的进程,我也许不得不说,所有一切都肯定在无意中结束,在连续不断的疑虑中耗尽,只是在自我痛苦中才更负创造力,我希望作为参与者。 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? 愿由就是,发问,等待,直指有了回答。 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,永远得不到回答,在提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。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,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。 为陌生、同情、肉欲、胆怯、空虚所迫,而只有在深深的抵触,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,才值得被叫做爱,对探索来说是不充足的,如在一瞬间的瞬间里闪现一下而已。 不管我埋怨什么,那是没有信念,当然没有真正的痛苦,好像一只无望穿的毛摇荡在能够给予固定的深处之上,离这个深处还有好大一段距离。 我,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,非独立的我,有着对独立、自主的无限要求,对自由的无限向往。 我宁愿戴上眼罩,一路走到头,也不愿家乡的人群围着我转,并分散我的目光。 虚构与真实,虚构在叹息之中,真实在束缚之中,在信赖之中,在安全之中。 什么与这些赋予表情,照射眼睛的躯体的联系,比与任何一种东西,大约是你手中的笔的联系,更为紧密呢? 大概你有着它们的本性,但你没有它们的本性,所以你才提出了这个问题。 人的躯体,这种固定的划分,是可怕的。 在不尊敬它的法则情况下,自由拥有一个世界,承担法律。 这种忠诚于法律的幸福,但只将法律驾驭这世界是不可能的,不然一切都停留在老地方,那个新的立法倒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了。 这也许不是法律,而是专断独裁,反抗,自我判决。 勇敢并不是幸福,而是无所恐惧,而不是勇敢。 勇敢大概需要的东西比力量更多,也就是说,不是勇敢,而是无所畏惧,安详的,目光坦然的,忍受一切的无所畏惧。 发展是简单的,当我还是满意的时候,我想到了不满意,并用我能达到的时间和传统的一切手段将自己推入不满意。 然后我才想到能够回来,因而我总是不满意,对我的满意也不满意。 一种虚弱,一种缺乏是明显的,但难以描绘,那是一种恐惧,克制,饶舌,冷漠的混合。 我想用此来改变一点明确的东西,一组有关虚弱的东西,它们在一个特殊的方面,是一种唯一的具有明显特征的虚弱。 这比以往任何事情都更清楚,即我被极强大的敌人从左右方向攻击的时候,既不能从右方面,也不能从左方面逃跑,只有向前进,即使在生的后面是饥饿的野兽,路会把你引往可食的食物,可呼吸的空气,自由地生至希望。 这样一个人,如果他还在自己的躯体内,人与上帝都看到他,但当他的躯体瓦解在死亡中之后,人与上帝就再也看不见他了,而看着一切的大自然也再看不到他了,他灼下了大自然的眼睛,他在罪恶中消失了。 尽管如此,我最终只是写了不怎么样的东西,可是,对这种所有器官的孤独我既感觉不到丑陋,也感觉不到侮辱,既感觉不到悲伤的成分,也感觉不到痛苦的成分,好像我只是由骨头组成。 一个没有写过日记的人,面对一本日记,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见解。 比如,如果这个人在读歌德的日记,这个人在1797年1月11日整天在家中忙于各种各样的整理工作,那么,在这个人看来,他本人还从来没有做过如此之少的事情。 孤独的,长长的,没有意思的归家之路。 要是人们能将痛苦从窗口泼出去,该多好呀。 在和你告别之后,我还没有长时间地感到过孤灵,而后来又变得如此低沉,以致这孤灵也不存在了。 信任是持续不断地无缘无故的需要,因此要观察每一个人,是不是可能与他待在一起,或者他有没有为自己提供一个机会。 水滴在夜里发出敲击声,人们像是坐在提琴的共鸣箱里。